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參院投票一致通過譴責普丁 是戰爭罪犯 這個會很嚴重嗎 不會啊 影響很大嗎 不會啊 那在那這個呢 歐洲理事會大會議 216票同意 0票反對 3票棄權 通過開除俄羅斯的匯集了 俄國以後不再能夠訴諸 歐洲人權法院了 然後俄羅斯說他也知道嘛 所以那我乾脆自己先自行退出好了 這個好像是害到俄羅斯的反對派 是啊 不是害到普京 那不是讓普丁更爽 對啦 對啦 所以 對啊以後大家 就 對啊因為本來俄羅斯有一些人會把案子弄到 然後對不對 因為他好歹是歐洲理事會的成員嘛 是 所以人權法院他本來是成員啊 是 那你現在退出了 那以後俄羅斯反對派就沒地方告了 是啊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是到底要幹嘛 對啊 對啊大使都在笑呢 對啊你知道普丁美國這個沒什麼用 你知道戰爭罪犯 你知道我那天看一個美國的消息 你知道這個龐佩奧 他一個禮拜要花美國政府多少錢 兩百萬美金 保障他人身安全 因為伊朗說他是戰爭罪犯 哦 要找他算賬 哇哦 所以美國政府一天一個禮拜花在龐佩奧身上兩百萬美金 嗯哼 是 可是你看 這個美國這個這樣子做法 還特別強調什麼呢 呼籲國際刑事法院 趕快去調查 普丁 啊入侵烏克蘭這個決定是怎麼下的 還有俄軍到底又做了哪些事情 這些呢不僅是普丁戰爭罪犯 那這些俄軍的都是戰爭的罪行 好 結果照兩位專家這樣子分析的話 其實好像就 那你來調查美國2003打伊拉克殺了多少人 那怎麼可能美國參議院通過 然後調查我們自己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文宣戰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說 你參議院國內通過沒用嘛 你還是要到國際法庭嘛 是啊 那當你到國際法庭遞案的時候 俄羅斯也遞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案子 嗯哼 大家都來啊 是 美國現在 日本人現在有一批說這個東京大省是不公平的 是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審判 可是那東條英姬已經被絞刑了 你那怎麼辦 已經送上斷頭台了 是 可是你看再來說那制裁呢 CNN不是有報導嗎 說美國的制裁 美國制裁誰了 美國制裁的就是盧卡申科 這個白鱷的總統 還有盧卡申科他的妻子一樣 通通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財產 而且不准入境美國 可是這個時候呢 你看到白鱷也回應了 回應的是什麼呢 回應的是他們有三家銀行 國內有三家銀行 不是被踢出了Swift嗎 結果呢 白鱷說沒關係 我們有其他的管道 我們有別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俄羅斯的清算系統 因為俄羅斯的清算系統也很好用啦 真的是這樣嗎 寒冰好用嗎 當然他也必須要這樣講啊 他實際上他早就也一直在測試他自己的一套系統 因為他自己早就也 他又不是第一次被美國制裁 他美國制裁過很多次嘛 他當然也有這一種 就是一個預期心態 對 所以他也早就已經一直在測試他一些其他的系統 那現在既然你真的要制裁我 那當然我也真的要去這樣做 那我就覺得 就是美國跟西方這些國家零零總統 祭出了一大堆制裁 在我看起來都是虛張聲勢 絕大多數來講 因為你說制裁那個盧卡申科跟他的妻子哈琳娜 凍結兩人在美國財產 你為什麼不直接乾脆公佈他在美國財產多少 這樣不是比較有宣傳戰嗎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看他在我美國有這麼多的財產 我的凍結他不讓他使用 白鱷說的民眾你看看 他們在我們美國挖你多少名字名高啊 都擺在我美國 這樣不是很有效嗎 那美國為什麼不公佈 是不是他根本沒財產在那邊 沒財產在那邊 就好像那個日本不是也說要 那個凍結普丁在日本的財產嘛 所有人都嚇一跳 幹嘛 普丁在日本有買房地產啊什麼東西 不然你要凍結他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比較像是宣傳戰 就好像俄羅斯也反制回去 我要凍結你拜登啊布林肯啊這些東西 這些人在俄羅斯會有財產嗎 所以我覺得 互相在那邊 在我看來都是嘴炮式的東西 只是表達一種態度 我現在很討厭你 我要阻止你一切東西 那剩下的其實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其實亮哥應該就是像俄羅斯也反制裁啦 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也不是吃素的 是這樣嗎 俄羅斯現在呢 針對美國的部分 除了拜登之外 還有哇 加起來一共有13個嘛 而且還說這個黑名單 可以持續再增加 最主要是因爲什麼 理由是他們助長仇恨 哇 所以有拜登啊布林肯啊 美國的國防部長啊 參謀長啊 齁 傻羅斯還有這個CIA的局長 連白宮的發言人也名列其中 甚至還包括Hillary Clinton 還有拜登的小兒子 本來因為你扯到了普丁啊 就都無限上綱了啦 你看中美在列黑名單 中國大陸那個政治局 那個常委有列入嘛 是啊 對不對 他還保留空間啊 可是因為你列了普丁嘛 那就大家都來無限上綱了 是 可是他們也不會去美國啦 他們也不會去俄羅斯啦 所以這個也沒用 就做做樣子啦 對啊 可是就是說你不要剛好去一個 就是你卸任之後 你不要剛好去一個 俄羅斯的友好國家這樣 對 是 可是你看喔再來 現在呢拜登不是已經講了嗎 一定要讓普丁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那偏偏呢 你說一類的制裁 一味的這樣子做 那麼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他們甚至就已經說了 你頻繁的將美元武器化 這可能會促使各國另起爐灶 建立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 亮哥這不就我們剛剛在討論的事嗎 因為美國最近確實很多行為 都已經超越了 大家習以為常認知的國際規範 比如說你把阿富汗的外匯沒收 對 全世界有誰幹過這種事啊 然後還把一半的錢收下去 補貼911的受害者 是 這什麼邏輯啊 那個錢又不是你的 第二個比如說他這次對很多富豪 在海外資產只要是美元的 他就給你凍結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這些富豪 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 他就會開始想嘛 我用美元是不是風險太大 對啊 所以要趕快現在 對不對 除非台灣嘛 除非台灣永遠跟美國好的要命 堅如磐石嘛對不對 很多國家跟美國不一定有這種現任關係耶 可是他們很有錢耶 比如說我說印度 你怎麼知道美國不會針對某些人來做抵制 你永遠知道 比如說莫迪啊 莫迪以前是印度教的激進民族主義派啊 他被禁止進去美國你知道嗎 還以為美國對於看到印度的話就不吭聲 沒有沒有沒有 他制裁過印度很多次 我是說現在對於俄羅斯 現在目前在製作的抵制 現在這個世界越來越不穩定啊 什麼都不確定 那什麼都可以違反 這個私人財產的這個最高原則 連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都已經不穩定了 可是拜登你看他就說 你有需要我一定是挺你的對不對 你也跟我同一個戰線嘛 那白宮也就講了 拜登下禮拜要去出席北約的峰會啊 然後要展現對歐洲盟國鋼鐵般堅定的承諾啦 是啦 拜登終於動起來啦 這我同意啊 當然這個歐洲國家要逮住這個機會啦 因為我們如果剛講的那個多方談判 才是解決問題之道啊 那德國法國還有歐盟一定要想辦法 這個拜託美國上談判桌啦 可是現在歐盟各國彼此很多意見不一的啊 對不對 德國意大利 因為中國跟法德已經有過視訊會議了嘛 那他們都表達共同意見嘛 要促成和平解決這個爭端嘛 對不對 那歐盟再拉進來我覺得並不困難啊 因為法德已經在裡面了嘛 那重點是美國不上談判桌啊 這個事情美國如果沒有上談判桌就不可能圓滿啦 因為抵制是他決定的嘛 要不要制裁是他決定的嘛 要不要制裁是他決定的嘛 是啦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夠比照當年伊朗那個核協議模式啦 就五常加上歐盟加上德國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問題是俄羅斯加烏克蘭 那其他的市場也要上來啊 那歐盟也要進來啊 不然你怎麼解決呢 是 嘿 可是這個 所以你看中國早就料到了嘛 中國說我不會單獨臥選 對 他早就料到就是這種局嘛 因為美國不上談判桌你談也沒用嘛 所以現在拜登就只好怎麼樣 就要直接去面對啦 我現在是說法國 德國要逮住這個機會 是啊 拜登不常來啊 哈哈哈 這次也是冒著風險而去啊 是不是 好 等一下當然這個價值可以補充一下你的意見 因為坦白說 歐洲的國家你以為大家都有共識嗎 各自有自己的談算 對不對 德國 義大利啦 你還要繼續擴大制裁不要吧 對不對 因為會傷到他們嘛 然後呢 可是像剛剛我們講到的波蘭啊 波羅的海這些國家 那就不一樣 要擴大制裁 所以你拜登現在 你要怎麼樣去安撫這些歐盟國家這麼多 好 怎麼做呢 不過另外一頭 經濟是很重要的 好 介大使我們現在看一下中國大陸 疫情確實有升溫的跡象 好 很多地方甚至有封鎖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導致各種電子設備的出口中斷怎麼辦呢 會推高通膨 通膨壓力更大 那麼李克強也曾表示了 這個2022經濟的成長目標5.5% 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夠達標喔 那偏偏呢在這個時候 如果疫情再來有沒有影響 真的有壓力 那美國我剛開始說了 美國的聯準會預期要升息一馬 這是市場上的預估啦 可是如此一來的話 是不是又會抵銷了它的作用呢 好 本來是要壓抑通膨嘛 所以現在再來看 這一點其實真的非常的重要 中國大陸現在跟俄羅斯 3月份一個月內達成第三度的合作 正式啟動新的貨運路線 來吧 我們中俄兩國 我們一起拼吧 3月15號俄烏戰爭讓海運停滯了 那麼俄國鐵路公司旗下的一個集裝箱公司 開闢新路線 有公路鐵路 而由深圳 瀋陽 蘇州等地的鐵路 可以直抵俄羅斯聖彼得堡 只需要18天 不需要說先在歐洲其他的國家卸貨 然後一拖拖個50天 這樣的話呢 其實才能夠讓經濟的發展 怎麼講 不要受到影響跟太大的衝擊 否則介大使 烏克蘭打仗 中國也擔心 會不會一帶一路重傷 包括中良集團之前的投資 還有基礎建設等等的投資 交通建設在基輔的地鐵計畫等等 我們特別也列出來 還有網路的這些基礎建設的計畫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大使 對 當然現在在烏克蘭的投資 大家都泡湯了 對 你看這個尤其中國的企業在烏克蘭投資 這些基礎建設 我想大概短期三五年之間 我想是大概很難 連恢復都很難了 不要說把成本 把這個生意能保住 我覺得就是 好像加起來一共是1.5億美金 還好 還好 這個不是一個太重大的損失 那我想這種 這個不只是大陸在烏克蘭損失1.5億 各國在烏克蘭相關的這種貿易 或投資項目 我想都血本無歸 這是大家都要受 都必須要承受的 對 那就是說大陸現在這個疫情 看起來是這一波是非常猛 而且大陸是以親臨為主 所以就是說雖然這個感染人沒有這麼多 可是呢 被這些被封的這些小區或者城市 那規模都很大 那現在看起來就上海就蠻嚴重的 深圳 東莞這幾個城市 那麼封城的區域都越來越大 小區一個一個擴大 那這個會影響到這個 作為世界工廠 中國大陸作為世界工廠 那很多產品的供應 可能會出現這個 會出現短缺的現象 又像之前那樣 對 會出現 疫情衝擊 會出現 停工 供應鏈中斷怎麼辦 對 如果再繼續惡化的話 那就更嚴重 我是覺得現在就已經 可能就已經是蠻嚴重的 如果在 如果說這個疫情沒有辦法再短期 那一定影響到 一定影響到這個 中國大陸這個產品的這個生產 那 依賴中國大陸產品的這些市場 也會產生問題 那你知道美國是重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對 對 所以美國現在如果說 中國大陸的貨品進不來的話 那勢必增加通貨膨脹 是 這種通貨膨脹一定是難以避免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是倒是我覺得美國當初所未料到的 所以可能美國在這個烏克蘭 俄烏戰爭中 石油原料價格上 受到了很嚴重的衝擊 現在中國大陸如果這個疫情 短時間沒有辦法獲得改善 它也得要有準備 因為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產品 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取代的 對 不是因為這個量跟它的這個性價比 都不是那麼容易 很快的取代 所以我覺得美國也得準備好 好好準備 應付這個可能帶來的這些衝擊 不過整個這一次中俄之間 剛剛講這個有關中歐班列的這個 俄羅斯這個航線 當然是一定越來越重要 而且我覺得過去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獨聯體 尤其這個叫歐亞 歐亞這個經濟組合 俄羅斯在中亞這一塊的歐亞經濟組合 我想關係一定會加強的 這是必然的 由俄羅斯方面 單方面的需求會增加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不會從政治上 不會完全從政策上角度來考量 即使就從這個商機的考量的話 很可能也是會 也是會一起來配合來發展 確實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個俄烏的這個戰爭 那麼會增強俄羅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這是必然的一個現象 的確 亮哥 其實中國跟俄羅斯友好 但是對烏克蘭 也有很緊密的經貿合作的關係 所以兩邊都是朋友 對 甚至更好 烏鱷戰爭 結果呢 這個根據有香港媒體報導說 引起了大陸的網民口水戰 看你到底是要挺誰啊 居然還有挺鱷或挺烏的積變 還有這種對立的情況 對 我也看到了 支持烏克蘭也是很激烈 沒有錯 不過中國的官方就比較中性 他很謹慎 他就只是說這個 希望能夠促成雙方和平解決 大概是這種立場 可是他對網路上的意見 我認為他並沒有 那個傾向性越來越不明顯 就一開始有啦 有一些比較親政府啦 黨跟團啊都會有一些意見 可是現在都不講話了 現在都是個別網民在講話 可是兩種人都有 那比例上呢有沒有哪一邊多 因為前一陣子是親俄羅斯的比較多嘛 比較明顯啦 那親烏克蘭呢有點被壓抑 可是現在都湧出來了 都湧出來了 那當然有一些人 也不是純粹基於同情烏克蘭 有些人認為 中國貼俄羅斯貼太緊會受傷 嗯 他們反而是從這個角度來吃好了 是 還有下了 同時 聽客人們